101年的所有的,總共99次 其他應該是一週開兩次吧 兩次加總起來 會有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統計的分析有兩年 這兩年,我希望在最後的統計分析有個總表 請你幫我把101年1號出現的機率幫我算出來 機率喔,102年的機率算出來 再把它合計,順便幫我排名一下 那排名的話呢,因為我可能 也許等一下我想要去買一張熱透傘 那我希望排名的前七個,因為七個號碼 幫我用不一樣顏色顯示出來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感覺應該有點難度 但是如果你懂得用康衣服來做的話 其實很快,兩三下就做完了 OK,所以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你們也可以想想看 這個範例的話呢 是放在我們的延伸範例裡面 康衣服這邊 那當然在雲端上面 我有一個解答 專門是解這個部分的 OK,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 數學函數裡面一些哪些重點 那延續再把後面的範例題一個一個講 那首先的話呢,在這邊 第一個呢,開啟那個數學函數的範例題 這一個 然後呢,切到,我想切到上 上應該是用到的機會非常高 但是這裡的話,我們不是用上 我們是,假設我今天 希望統計這一個三次月考的成績 的總成績 當然你用加總 這太簡單 但是如果說上面有個比重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 自行輸入它的比重 比如說第一次呢,占百分之三十 第二次的話也是三十 第三次的話呢,是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每次的比重不同 那我們要怎麼樣快速的把它做個統計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你可以 如果說一般性,如果直接做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 它的成績乘上什麼?它的比重 再加上它的成績,乘上它的比重 加上它的成績,乘上它的比重 OK 也就是這兩個範圍 這個範圍乘上這個範圍 那但是呢,你等一下向下填滿吧 那向下填滿的話呢,它的裂號會增加 但是十一裂的部分呢,不能增加 因為這個固定都會在第十一裂 所以看到第十一的話,請你按一個F4 那你會按一個F4之後 其實,理論上它是藍列都鎖 這個藍也鎖了,列也鎖了 不管它向下填滿